本館自110年4月7日起 推出预言故事 台湾玉传奇特展 透过地质学 考古学 历史学等科技整合的内容与展品 来诉说台湾玉的故事 玉石具有温润 典雅 光泽的特质 让华人发展出一套 世玉 治玉 赏玉 喜玉的传统与文化 而在中国文字中 以玉为编者更多达百字以上 其中不少文字指的就是各式美丽的石头 卢 囚林 指的就是青金石 东汉许圣所著的说文解释中提到 玉为石之美者 一集只要具漂亮外观的石头 古代都称之为玉 除陕玉外 还包含青金石 绿松石 汉白玉 孔雀石 玉髓 玛瑙等 东亚地区早在八千年前已有使用玉器 发展至汉代被广泛的使用于祭祀 朝聘 丧葬制度 日常生活及中式佩戴等方面 周朝祭祭祀有六礼器 苍碧礼天 蝗虫礼地 青龟礼东方 赤张礼南方 白虎礼西方 玄黄礼北方 专为桑礼使用的玉器 称为藏玉 自商周以来 便有以玉塞人体恐翘的习俗为九翘玉 目的为使死者精气不外溢 肉身永远不朽 其中放置于口中的玉汉 西汉前多为蛇状 西汉晚期成禅状 以禅的生命史象征死者再生 复活的意涵 而其材质也呈现死者 地位阶级之别 由此可见 玉的质朴与成品 自古生殖在华人社会与生活 无论是文字的运用或是相关器物的使用 因而形成独特的玉石传统与文化